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晚上能在这里跟大家共聚一堂 向大家介绍西部大学考古学专业 以及西部大学考古学科 首先我这里有一个关于考古学介绍的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是我们考古学的学生 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里面记录了考古学的 一个是什么 再一个是干什么 再一个是将来可以做什么 就是下面请这个苏会长 就是把这个视频放一下 从小我就对悠久灿烂的 我考考时 我一无反顾地报考了西部大学考古学专业 这座白年流导坐落于古城西岸 它的考古专业 一开设了六十余年 基点身后 是无数学子向往之地 当我如愿意诚 踏入校园时 练奏上了人生最精彩的旅程 这里有认真传授知识的武士 生动精彩的课堂 新的科技和酒最苦老的奥秘 这里还有亲切的同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起司妙性 也为文化遗产 向社会的传承 尽一份责任 西大考古专业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大一暑假到大三的综合实习 我们跟随老师 参与一线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事件 或是在黄土高原探究早期国家的起源 或是在山河之间追根周勤的故地 或是在关中沃土 皆是汉唐的辉煌 或是在西域寻找游牧民族的遥连 或是远复中央 重走古人迁徙的路线 一处处飞升国内外的中党考古成果 都活跃着西大考古人的神域 到了毕业季 依依不舍的同学们 有的进入文物考古科研管理屋 成为光荣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的一份子 有的用索学知识自主创业 在多个领域发挥聪明才干 有的则另有本专业提供的 国内外深造的机会 继续求索古代文明的印记 在我的心中 西大考古求学生涯 不仅连通了古今的血润 也连接着彼此的情谊 不仅追寻过去的足迹 也开启未来的旅途 这样的经历 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好谢谢 我们就有请李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您的PPT 好的 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原因 有点卡顿 但这个没关系 我后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考古专业的一个概况 首先是一个PPT 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吗 可以 好的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以及考古学专业 为什么叫考古学科呢 因为西北大学的考古学专业 是在文化遗产学院之下设立的 里面一共有三个专业 三个本科专业 包括了考古学 文物保护技术和文物与博物馆学 但是这三个学科呢 就这三个专业呢 从大的方向来说都是属于考古学的一级学科 所以我把这个统称为考古学科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这十六个字是西北大学校长 玻璃宏校长就是他给就是有一次参观了我们考古工地之后 给我们考古学专业就写了一句格言 就是置层高远 敢为人先 自强不息 执着奉献 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学科的介绍 在开始正式介绍之前呢 想跟大家先聊一聊 不知道大家到底对考古学这门学科有多少了解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考古学 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平时看书也好 看电影也好 跟包括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 老师们同学们接触也好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了解 有一些同学呢 可能看了这个一些电影 比如说英尼亚军斯 还有胡莉莹 对吧 这样的电影 就认为这个就是做考古学的 或者呢 有一些同学可能看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书 就是觉得这个参加了考古发掘 然后在这些古文物当中进行发掘测量绘图 这个才是考古学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考古的 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就是说在进入很专业的介绍之前 我觉得作为一个考古人 平时 经常会被身边的家人 同学朋友问到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呢 也是让我比较郁闷的 这个套用网上的一个一句话吧 就叫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怎么说呢 就是说考古学者被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非常郁闷的时刻 比如说 你是搞考古的吗 那你给我看一下 鉴定一下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这个就让我让人很郁闷 因为我们关注的都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 所以我们的字典里面就没有假货这个词的 我们看到的全是真货 另外呢 说你们是搞考古的 那你们经常挖坟吗 这个也让我们很郁闷 因为我们的工作包括许多发掘的这个项目 包括了古代的居住遗址 宗教遗址 墓葬这些东西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主动发掘墓葬 还有呢 听说你是搞考古的 那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恐龙 这个就更让人郁闷了 因为研究恐龙的是古生物学家 考古学家主要研究的是人类 主要是两万年前或者是两年以来的人和物 再就是说你搞考古的能帮我弄这个景点门票吗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吧 因为我们就是跟这些旅游部门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再就是说你是搞考古的 那么你遇到鬼吹灯 可能这个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 这个类这个是中国这边的一个一个小说 主要是写盗墓方面 有点类似这个古墓丽颖和这个夺宝骑兵 这个也让人非常郁闷 因为做考古的人是最不喜欢听到 把考古工作和盗墓相提并论 因为考古是一门很严谨的科学 那么什么是考古呢 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 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 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 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一个概况 主要分这四个部分吧 首先是这个学科的简介 就是说西北大学的考古学科 首先它源于1937年 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组 然后1956年它设置了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第一个是北京大学 然后在1989年的时候 西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然后又在2003年 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文化遗产管理方向 这个方向在2014年变成了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这是一个专专业的情况 这是我们考古学科的一个发展史 那么经过60周年的发展 目前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已经包括了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 文物与博物馆学三个本科专业 此外呢 还有考古学一级学科的博硕士学位授权点 以及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 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这个西北大学考古学科 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 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 而且学术团队较为充实 先后凝练出了这个立足长安 面向西域 周勤汉唐 四绸之路的一个学科发展方向 此外呢 以这个中华文明核心价值 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为主要研究的这个学术总体目标 而且在中国国内最早形成了 这个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 也就是说 以考古学研究为价值的认知体系 以文物保护技术为价值的保存体系 和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价值的实现体系 那么学院十字力量雄厚 目前呢 现在现有教师54人 其中教授17人 副教授15人 另外还有两个外籍教师人 此外呢 还有许多有人才称号的 比如说这个国家教学名师 省级教学名师等 这些就是我们学院 这个很多知名教授 另外呢 学院 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师分中心 国家级特色专业 陕西省名牌专业 等等许多教学科研平台 这是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 然后这个包括了这个学院下面设立了有这个重点学科 名牌专业 特色专业 还有这个各种分析保护实验室以及校外十一基地等等 这是学院里的这个文物保护方面的实验室以及考古标本室 动植物考古实验室的一些情况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人才培养 就是我们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强调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 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也就是强调课堂教学与田野实践要紧密结合 这个是我们这个考古学科的一些教材 如果你们能够进入我们考古学就读的话 你们将来也会看到这些书的 再一个就是说人才培养规模 每年招收本科生100余人 研究生也有100余人 就是这个体量在国内也是非常大的 这是比较早的这个1956级考古班 就是第一届考古班的合影 以及最近的近些年的这个毕业招 另外还取得了这个国家教学成果 等许多奖项 此外呢通过科研项目和区域协作等等形式 我们还与数十个省区的这个文博单位 都建立了合作 建立了许多教学实习基地或者实习地点 这个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两个比较完善的实习基地 一个是陕西巡异的古宾地考古基地 一个是新疆的巴里昆考古基地 再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业情况了 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主要是 就是考古的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科研的方面 所以它更多的是进入科研机构 比如考古所 博物馆 文物管理部门 此外呢 还有如果你继续求学 读到了硕士博士之后 很多同学还会进入高校任教 此外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学生 也是主要为科研机构 文博单位及高校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这几个专业 就是我们学院的年约约率 也在90%以上 第三个方面是科学研究 也就是考古学科 目前做的这些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学院和全国27家文博单位 都签署了合作协议 可以看到地图上 广泛分布于新疆 甘肃 河南 山东 湖北 四川等等 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北 从北方到南方 都有我们七大考古人的足迹 科研方向也就是说 我们结合着刚才提到的 立足长安 面向西域 周勤汉塘 丝绸之路的学科体系 所建立的几个不同的学术团队 然后每个学术团队都分别 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 我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 近些年在陕北地区 进行了长期的发掘 然后包括这个古宾地 仙州考古 这个是商代到西州的 一个很大的遗址 另外呢 还有这个秦汉考古方面的 一些研究 在齐始皇陵园等地 都进行了长期的发掘 这个是汉文明 在三元的一个发掘 另外包括在甘肃林潭墨沟 这是一片很大的墓地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铁器 此外这是我们考古学科的一个亮点 就是在新疆东天山游牧文化 所做的纠络考古研究 这个从2005年到现在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此外呢 从09年至今 除了在国内进行发掘之外 其他考古人还主动走出去 就是参与到这个 就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在中亚的乌斯贝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西天山区域 进行了考古发掘 就主动跟国外的考古人进行合作 这个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乌斯贝克斯坦 接见了这个西大考古队的成员 这也是我们几位很知名的教授 此外呢 还有这个文物保护技术 因为文物保护技术 它是一门 它跟考古还不太一样 考古主要是文科的学生 然后呢 文物保护技术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它是偏向理科一些 然后这个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呢 他要学到这个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等等 许多化学方面的东西 这个就是说其中的一个研究 就是勤用彩绘胶料分析与保护 此外呢 还有这种土遗址方面的保护 最后的就是这个文物与博物管学 也就是文化遗产管理 他们所做的 这个大遗址保护 利用与虚拟展示 也就是把这个遗址 发掘出来之后 怎么样能够展示给公众 包括这个汉长安城遗址规划 潜陵保护规划等等 这是近些年来西大考古学科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全国十大考古学科发现 这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等 再一个呢 很重要的就是说国际合作 西大考古学科 也与就是世界其他高校的这些 包括这个科研机构 以及高校的这种考古单位 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包括像中亚的这个乌杰克斯坦科学院 以及这个UCLA 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还有UCLA 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 还有包括意大利 瑞典 泰国 法国等等 许多高校都建立了合作联系 我们这边很多的学生 就是在四年级毕业之后 都会选择去国外继续深造 就读硕士甚至博士 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 邀请很多国内的一流学者 为我们的学生开设了国际课程 你像这里面有UCLA的考古学院院长 Tamerton教授 还有傅道联就是Fuller教授 还有牛津大学的Mark教授等等 最后就是说这是我们学生的一些工作照 就是我们西大考古学科也期待你们的加入 也欢迎大家来到西北大学就读考古学专业 好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介绍 好 那我们就先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那听过了考古学科 接下来我们有请西北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冯军院长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信息科学与技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 许多行业密不可分 在西北大学的信息科学与科技这个学院里面的许多专业 未来有哪一些出路 我们有请冯军院长 可以看到了吗 可以 冯军院长 我可以吗 我跟大家先说两句话 好 大家好 我来自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我们学院是一个学生人数非常多的学院 目前本科生有2300多人 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一共有900多人 那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信息技术 相信大家对信息技术都不陌生了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全球都在疫情期间 相信也对大家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那么在疫情期间 大家肯定会发现信息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一张图呢 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展示的一个可视化的实时的疫情分享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实时疫情信息 全球的增长 情况 人数 那么有一些学者呢 也依据这些数据 得到了一些预测的模型 那么预测到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这个疫情会逐渐消失 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会有一定的群体免疫等等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信息技术呢 非常的这个了解 那么现在呢 关乎互联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信息技术是无处不在的 在疫情期间呢 大家可能在网上上课 那我想马来西亚的同学 可能跟全球的学生一样 也是网上上课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 这个学生他拿了很多的电子产品 去看课堂中的不同的角度 那么右边的这个是一个老师 在实时分享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么左下角呢 是这个工作期间的人们 过去可能是直接的线下的会议 现在就变成了线上的会议 但是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么最右下角这块呢 是在疫情期间 那么用到了很多人工智能 或者是马来西亚可能叫人工智慧 AI技术进行这个肺炎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等等 所以信息技术呢 现在在各行各业 无处不在 那么信息技术呢 它包含了电子设备 硬件 硬件 软件 那现在当然还有网络 等等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 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一张呢 是有很多设备 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互通互联的设备 那么这些设备呢 我们就是叫它电子设备 有我们平时大家用到的终端设备 包括咱们的个人电脑 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等等 这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并不知道的 但在中间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比如说服务器 比如说交换机 路由器 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所需要的防火墙 等等等等 那么都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技术的设备 那么右边这张图呢 是一个人呢 他在用可视化的方式来查看 现场的情况和数据 那么这个里面除了刚才所说到的硬件之外 他还需要一些互联网的通信设备 还有一些可视化的软件 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万物互联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信息整个的设备 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才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近呢 很多学生呢都在找工作 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那么就发现了信息技术呢 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吃香的行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随着疫情的出现呢 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形式呢 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么今年的就业形式呢 很多专业都不太好 但是信息技术的学生呢 成为更加吃香的行业 不但在咱们传统认为 比较需要信息技术人才的行业 比如说互联网企业 比如说软硬件的企业 或者通信企业 需要信息技术的人才 那么其他的一些行业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写的 那么法院 他也需要 今年他们也要利用信息技术 确保司法工作不打烊 那么农业 那么各个行业 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 其实在各个行业呢 都有现在目前 尤其是政府部门 也很需要信息技术的人才 因为现在整个的信息技术 已经贯穿在了各个行业 可以说 不会信息技术的这个人呢 现在已经不能成为一个 能够工作的一个现代人了 那没有信息技术的行业呢 也很难再继续发展了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 这个信息技术的行业 那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新北大学的 有两个叫 有九个是 我们是两个同一套的 兼学院呢 对应了一个建的 这个工程的专业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楼呢 就是我们学院的大楼 那么我们会介绍一下 我们学院的基本情况 我们的将来的就业前景 师资力量 还有我们目前刚才我说到的十个专业 还有我们的人才培养 那么新西技术学院呢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新西技术呢 和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呀 软硬件相关 那我们新西科学技术学院呢 包含了四个学科 实际上包含了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新西技术的领域 包括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与技术 电子科与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 四个学科 一共有十个本科专业 有三千多个学生 目前我们学院有教职共有184个人 包括一个外教 英国人 其中教授35人 那么学院呢 拥有本硕博一体化的 包括还有博士后的这样一个办学能力 那么这是我们学院的完善的培养体系 包括本科 学术硕士 工程硕士 博士点 和博士后的科研流动站 那么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呢 新西学科目前是就业的热门专业 刚才我也说到 实际上这是我去年也用到的一个画面 那么今年我发现就是更加吃香 那么这是这个 整个的麦克斯发布的大学生求职的关注行业 那么IT 互联网 金融通信一直排名靠前 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兴起呢 这个Find IT 行业是非常热门的 那么从薪酬上来看 2019届的本科毕业生就业力 就业力和薪酬排行第一的就是软件工程 那么整个前景 或开大业以后可以到软件网 软件企业 还可以到一些服务商通信设备 政府事业单位 测语国防等等吧 同时信息技术开发 教学和管理等工作 目前我们的就业力也非常的高 超过95% 那么这个目前我们2010 大家看到我们的就业数字 出国深造的是7人 读研有34% 去的大部分是IT知名的企业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知名的IT企业 那在中国这边呢 华为 阿里巴巴 腾讯 那么我刚才说到 说在中国这个华为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都是学生们愿意去的 他们还去很多像银行呀 大型的国企啊 等等地方去就业 那么我们的试资力量来说呢 有这个我们有国家基教育团队 计算机专业合影基础 还有电子科技技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我们的学院是围绕 软件硬件设备 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展开的 那么我们有国家的创新团队 陕西省科技创新团队 那么刚才刚好 这个李老师也讲文化遗产 那由于我们陕西是文化遗产大省 所以我们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和可视化及虚拟现实 也是我们学院的特色的学科方向 包括媒体大数据分析 还有无线 无源感知的物联网等等 那么我们也拥有这个国家级的人才 有四个人 有教学名师等等吧 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教授和学者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 教学成果有一些课程呢 是在国家都算是精品资源课程 包括计算机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等等 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的四项 除了这个本科生的培养呢 我们的科研技术呢 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整个学院承担了国家级的科研项目 有百余项 那么在顶尖的论文上 发表论文很多篇 我们很多学生呢 去国外去进行学术交流 那么我们学院也有这样的支持 收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大家看到的是去年的光明日报 新华社的这个消息 还有科技博览 美国的这个美日科学 英国太晤士报 都刊登了我们学院相关的这个 这个技术和相关的学术成果 大家看到右上角的这个 就是我们对这个古人情的一个复原 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唐代公主李锤的 这个从她的颅骨复原出来的面貌 那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相关的一些专业 我们首先有一个国际合作办学专业 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 这个是和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合办的 是三加一模式 三年在中国一年在英方 在三年在中国的期间呢 英方呢派教师来校授课 有三分之二的专业 目前我们已经最高的学生到三年级 那么本来今年九月份就应该去英国了 那现在我们还在等待疫情的基本情况 那么在这里面呢 他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从事 国际这个外企行政管理等等 高层次的电子信息管理和研发的工作 那么我们还有个特色专业 就刚才我说到了软件学院的软件工程专业 那么2019年获辟国家的一流建设专业 它的培养模式也是很特殊的 是和企业基地联合培养 有半年的十七七 整个的在2016年的学科评估中 软件工程呢在全国排名第十七名 在全国的10%左右 那么主要从事软件开发的能力 那么刚才我说到软件硬件电子设备 那么它就是主要是软件开发的能力 和项目管理的能力 那么计算机类的专业呢 里面呢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物联网工程两个专业 分别学习计算机系统和物联网的相关系统 那么电子科学技术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偏硬件的 我所谓的硬件和电子设备 那么培养电子材料和元器件集成电路等等 那么对物理啊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就欢迎来报考 微电子科学技术呢 偏向于微电子的器件和材料 也是比较偏物理的 那么电子信息工程呢 它比较偏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 电子信息方面的 比如说刚才我看到一个人在看可视化的系统 那么这个电子信息的传输采集和可视化 就是它这个专业专门研究的 通信工程呢 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 我们知道现在是5G时代 那么5G时代的通信的技术系统网络还有设备 是这个专业的同学要学习的 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呢 它主要侧重于信息的获取控制 还有应用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智能科学技术 就是类似人工智能技术 2019年我们首次招生 非常火爆 报名的特别的踊跃 那么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呢 我们首先有非常多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为学生提供软硬件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包括有国家地方研究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等 我们也专门有一个国家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还有一些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和刚才的文化遗产学员 我们攻建了一个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技术的重点实验室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室 刚才大家看到的影像智能 我们有一个先是影像组学和智能感知的实验室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些图片 然后我们也获批教育部的计算机类 专业系统能力的培养试点学院 还有高校的创新创业的改革试点学院 那么这是我们学生去参加这个进攻实习的这个场景 右边的这个是我们学生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场景 那我们从2018级开始是完全学分制 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文理课的学生 都可以转入到我们学院 那么当年就有50多人转入到我们学院 转出的有两个人 我们还有大量的企业导师和实习基地 我们实习实训呢占到我们整个学专业的40%的学习以上 那么学院呢和很多企业有很多的实习的关系 会带学生出去在校外或者是聘请实习导师 在校内来展开实习 那么整个的学术竞赛情况呢 我们特别的这个开展的如火如荼 近三年呢国家级奖励有229项 基本上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参与到了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中 计算机设计国家级比赛呢 我们位列全国第九名 全国高项成细设计大赛 成细设计是计算机类专业的参加本领 我们位于全国29名 电子大赛呢 去年获得了一个全国电子大赛一等奖 互联网家大赛的赢奖 这是我们学生到国际到日本呀 到韩国去参加国际界的 这个创新创业比赛的照片 我们还开展很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 因为西北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大家来了以后 整个的学校里面 理工农医法都有 我们有这个电脑文化艺术节等等呢 运动会呀等等 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那么我们有优秀学生代表 我们的本科毕业生获得了国家级的科学技术奖励 优轻结轻 国家这个有两个学生获得了 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优秀博士论文奖 那么我们2018年有一个学生获得全国的国家奖学金 而且是全国100名学生之一 那么陕一省高校只有两名学生获得 那么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报考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那么关于各个专业之间的细微的差别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还可以积极的提问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冯院长 那我们听过两位嘉宾的分享 可能同学老师还是家长会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 不过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Q&A的部分 我们才一起做问与答 那我们现在有请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高淑军副院长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北大学 还有西北大学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招生的政策 还有奖学金的制度 我们有请高院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好 刚才我们两位老师已经介绍了我们两个名牌专业 两个这个我们西北大学非常骄傲的这个专业 我给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 那么我来分享这个我的一个PPT 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 我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 那么我们西北大学呢 是位于这个陕西省的西安市 西安市陕西省的省会 也差不多这个地理位置呢 是在中国的中心 可能大家如果喜欢历史的朋友 大概了解西安呢 是十三朝古都丝绸之路的起点 陕西省呢 是我们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我们西北大学呢 肇始于1902年 1937年的时候 北京的一些著名的高校 因为战争的原因期间 在西南呢 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北 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大学的前身 我们西北大学的许多专业呢 也都发展了 分离出去 不断地发展 成为了现在陕西省的许多 这个高等学校 所以我们也被称为 陕西省的高校的一个航空母舰 那目前呢 我们是国家双一流 这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11工程的重点建设高校 是属于这个教育部 和陕西省共建的一个高校 这是我们在两个比较著名的 大学排名里边 泰污市高等教育排名和QS排名里边 中国大陆高校的一个排名情况 然后我们也被这个社会呢 称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我们有很多石油方面的 这个高端人才 还有经济学家的姚兰 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魏杰等等 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作家的姚兰 我们有著名的作家校友 贾平瓦 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史系的校友 是我们国家副主席 中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先生 都是我们的著名校友 我们目前呢 有三个校区 第一个是最老的校区 我们的太白校区呢 就在我们600年古城墙的旁边 然后我们最大的这个长安校区呢 在丰岭优美的中南山脚下 还有一个是桃园校区 在我们西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这个地方 我们呢目前有24个院系和研究生院 包括有88个本科专专业 137个硕士专业和65个博士专业 我们的在校生呢 大概是25000多个人 那么西北大学呢 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我们有六个学科呢 在全国排名是前十的 这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 当然首位的就是我们刚才 李承博士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考古学 是全国第一的 还有我们的理论经济学 还有地质学 那么我们西北大学 现在有四个中科院的院士 都在我们都是从这个地质学走出来的 也就是刚才李承博士说的 不是考古学家的那个项目 是古生物学家的项目 就在这个地质学的学科里 我们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呢 我们的专业是很多的 我们实际上文史理工法医商 包括艺术管理等等 我们都有本科专业 那么我们最著名的就是 我们有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呢 有24个 那么刚才两位老师介绍的那些专业呢 很多都在里边 除此之外呢 还有文学 历史 广播电视 编导 经济 管理 法学 新闻学 这是文科方面的 这个理工科方面的 有这个数学 物理学 化学 材料工程 这个资源勘察 人文地理 生物科学 刚才冯老师介绍的这个 他们这个三个专业 都是我们的一流本科专业 还有我们的化工学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我们专业的情况 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们西北大学的官网 去了解这些专业的这个情况 那么 我想西安呢和西北大学吸引 这个国际学生 和 一个重要的特点呢 可能是我们西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 这个名胜古迹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那么这个城墙呢 就在我们学校 北门出去就可以看见 那么这是一个 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个景区 当然不用说我们的兵马俑 这些 文化历史遗迹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我们西安呢 位于中国的中心 所以这个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 我们这个火车 高铁 飞机 地铁 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除了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之外 西安呢 其实也是一个 很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我们的这个取江新城 高新技术开发区 还有这个港务区 我们因为是后来建设的 所以城市的面貌呢 也是相当现代的 那么西安呢 中国人都知道 也是以美食就称的 各位如果有机会来上学呢 也一定要品尝一下这些美食 这也是很多留学生 流连忘返的 那么我呢 是在国际教育学院工作 主要是负责留学生的 这个招生管理 和一些培养的沟通工作 就是我们留学生的一些情况 教室等等 刚才我看有同学问到 我们的国际学生宿舍 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校园里边 有四个四种宿舍可以提供 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这是我们留学生活动的一些场所 和学校的这个食堂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留学生呢 也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有这个经常参加省内 省外的高校的一些展演 也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 有爱看电视剧的同学 可能认识这是一些明星 对不对 王凯啊 吴锦岩啊 林远儿啊 跟他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还有一些体育活动 我们也非常重视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的一些活动 一般的春节中秋节等等 我们都有一些传统的活动 因为我们西北大学呢 也非常重视文化的 传统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们给国际学生呢 也有中医养生的课 还有这个茶文化的一些课 这是我们的留学生 到俄罗斯参加这个表演的一些情况 我们今天有一个考古学在读的这个学生 这是他参加这个到圣彼得堡 去参加表演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的国际文化艺术节呢 也成为了陕西省高校的一个品牌活动 还有我们的模特大赛 我们的国际学生呢 其实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 包括在学术方面的 还有创业的 这个同学就是自己做电商的 还有我们这个文化传播方面的 这是人民日报报道过的我们的一个学生 他现在在读博士 还有我们的艺术明星 曾经登上东方卫视表演歌唱 这是我们的一位马来西亚的同学 他刚刚从我们的播音语主持专业毕业 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 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申请 我就不一一说了 大概的情况呢 我把这个PPT留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网 那么我也有一些奖学金可以介绍给大家 可能和各位本科同学相关的呢 就是最后这两项 我们西北大学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 和我们西安市政府的一带一路的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各位都可以成绩优秀的同学呢 都可以试一试来申请 那么申请我们的学校呢 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官网 我们国际学生网上报名注册的这个网址去申请 来提交材料 大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 我们的微信 还有我们学校的官网 去了解我们学校 各个 刚才我介绍了各个专业的情况 校园的情况 生活的情况等等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 咨询相关专业的一些细节吧 刚才有同学问了很多 我都没有来得及回答 那么我们有两位 今天有两位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的 何欣老师和永鹏飞老师都在现场 大家可以咨询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了两位 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都是在文化遗产学院 读考古专业的本科生 因为疫情的这个所困吧 还仍然留在马来西亚在上网课 所以我们也请了两位同学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两位学生 说一说他们在西安的生活 在西北大学的学习的情况 好谢谢大家 我就一个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高主任高院长 请问两个学生在吗 你们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西北大学的一些学习情况 谁先来 喂喂老师听到吗 听到 嗯 可以把视频打开让我们看看你 可以可以 等会了 老师看到我吧 看到了 嗯 OK 那 开始吧 老师 老师同学大家好 我叫郑翠阳 我也是来自马来西亚 然后我现在是在西北大学念大 大学二年级 然后我的专业是考古学 然后你们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Rubik 因为我的外国朋友 跟马来西亚朋友是这样叫我的 Rubik这个名字呢 好念又好记 所以你们都可以叫我Rubik 然后当时候我来到这个学校的原因 是因为专业的原因 因为这个学校它的考古技专业 真的是在中国也算是蛮精尖的一个 学校 然后它的考古技专业 甚至是可以跟北京大学 定业第一的 这是 这是我选择来这个学校的原因 而另外一个就是当时 学校也愿意给我讲学金 它让我可以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 所以我就 最后我选择来到这个学校去 然后我现在来到这个学校 已经有一年半了 然后在学习方面 我觉得我 詹内克老师他们都非常专业 而且有时候詹内克老师 他也会带我们到外地 就是一些外地的考古工地 进行考察和餐馆 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考古工作是如何展开的 然后也让我们对考古这个职业 这份工作更加了解 然后除了学习 我觉得我生活方面我也过得还OK 因为这里的外国同学 或者中国同学 大部分都十分友好 很容易这样子 我们常常就是有时间 可以在这里去吃晚餐 或者去一些游乐场 山场去逛去玩这样 然后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它就在市区 然后我们如果要去一些附近的山场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只需要搭一个十几分钟的公交 就是我们的那个bus 或者那里的地铁 也就可以到一些商场去买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们一些生活需求是比较容易满足的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国际教育学院 他们常常都会举办一些活动 跟选求课 像刚刚高老师 他们都放出一些我们在上选求课的照片 然后像我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参加活动 所以我报名参加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中华串通舞蹈课和中医课 哎不中医课没有抱歉 是那个另外一个是那个东东飞老师的街舞课 然后 呃 这些课呢 只要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去报名 没有讲要有什么要求 然后 因为参加这些课 我有机会可以到 可以跟着老师到一些地方表演 然后我政治去过最远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 呃 一个中俄人文合作的一个文化展演 这是我觉得很 荣幸也很 幸运的地方 就是可以到俄罗斯去表演 因为我从来还没有去过西方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 然后就我想说的是 如果对历史或者考古有兴趣的同学 呃 就欢迎你们来到西北大学 因为这个 呃 这里有许多惊喜正在等着你们哦 然后当然啦 如果你们 呃 不是对考古 而是对刚刚那个信息科技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报名参加 我们这里除了考古 其他专业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最后我说我们在西北大学等待你们的到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不是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我也是 我是胡伟山 我也是读考古学二年级 然后 然后 留学西大真的很开心啊 因为我申请到我自己喜欢的科学 就是 考古学 刚才老师也是有介绍到啊 西北大学的考古学 真的是 真的很不错 然后 校园的范围也很好 刚开始的时候 我申请到这间学校的时候 其实我挺怕 因为我怕 没有人在那里读啊 结果我去到 嗯 挺多马来西亚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然后 在西北大学这一年半 真的很开心啊 很充实啊 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啊 之类的 然后 然后 考古的相对知识也适合学到 就 老师会带我们去林牧啊 博物馆啊 常馆哦 嗯 然后 就 西北大学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啊 如果对考古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 来报名哦 西大等着你们来 谢谢 哇 谢谢 嗯 好 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 那我们看看 现在是一个Q&A的部分 我看到 其实聊天室里面有好多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有请李博士 来跟我们大概再说一说 就是这个考古适合怎么样克制的学生 因为我看到里面 有人在问说 是不是需要美术天分的学生才可以念考古 那也有学生问 念完了他可以重续什么行业 在国内 我们的国际学生在国内可以可以可以从业吗 如果回来马来西亚 他可以可以找怎么样的性质的工作 我们有请李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能听到吗 听到 嗯 好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聊天室里面群聊 我就接着群聊的问题 我一个一个解答吧 看大家有兴趣的话 听一下 我看 果然还是有看过鬼吹灯的同学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行话黑驴蹄子 哈哈 嗯 VR考古教学 对我们学院里面有这个沉浸式考古教学实验室 就是利用这个VR技术 因为刚才 其实我就最开始放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提到 但是因为可能有点卡顿 呃 那个那个没有展示出来 就是我们把那个 就是把好几座这个 比如说这个秦宫一号大幕 这个兵马俑 呃 还有其他一些这种灵幕 或者是这种遗址遗迹 然后做成这种沉浸式教学 然后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 你可以就相当于你自己亲身走在这个兵马俑中间 走在这个秦始皇帝陵里面 包括走在这些遗址里面 我就我们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进行教学 就是这个VR考古教学 这个还原来上过是哪个报纸的头条 我记不清了 反正是挺权威的一个报纸 所以很有名 另外这个考古学系对于外国学生 我们是很欢迎的 我们现在考古学专业这边 呃 其实不光是考古学专业了 我们这个考古学 包括这个文物与博物馆学 呃 目前都有外国学生 呃 包括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有 因为我看后面有老师提到 呃 因为我们这边 嗯 我记得 因为我之前 刚好在学院里面 我之前管过研究生 所以 研究生这块 我比较清楚 本科这块 我记得好像就是马来西亚的同学 会多一些 呃 就研究生这边 我知道的 像有这个中亚这边的 乌兹别克斯坦的 呃 哈巴克斯坦的好像也有 然后另外还有就欧洲一些国家 像这 克罗迪亚斯尔维亚 一些一些同学 也有 呃 之前毕业了一位 克罗迪亚的同学 那个 呃 对 他好像还 也是呃 挺有名的 因为也是上过很多的这个 呃 头条 呃 另外刚才也提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 这个 呃 同学 就是从硕士一直读到博士 现在 他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亚考古队 在中亚进行发掘 呃 然后另外像这个 有同学问这个 考古学出来 可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这个一个是刚才这个 这个 视频和PPP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因为考古这个 还是偏向学术性多一些 所以说多数的同学 会出来之后 就是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 呃 像就是中国这边的同学的话 他们可能会进到这个 呃 就是考古研究所 包括博物馆 呃 包括一些这种 呃 就是这种大遗址的这种 呃 保护单位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呃 另外还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会 就是自主创业 就是因为 因为这些年 这个整个这个 呃 就是中国这边的 呃文物行业 也是比较 比较热门的 呃 呃很多人就是说毕业之后 他自己 相当于掌握了一些技术 比如说 这个勘探呀 三维扫描呀 包括这些 呃 呃 这个这个 呃测绘等等 这些技术之后 自己创业成立公司 因为这个我们学院 也有很多学生 是同时这样的 所以呢 很大一部分学生 他还是继续深造 因为 呃 就是在在中国这边吧 因为就是很多的这种文博单位 就是包括像博物馆呀 研究所呀 他们 他们需要这个学历比较高 至少要是硕士研究生 所以我们这边学生 呃 考验率是很高的 我们的考验率达到百 达到70%以上 就是都考都上研究生了 其中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有这个 呃 欧洲的中亚的这些外国留学生 他们就是从研究生 以至上的博士 就是从硕士上的博士 呃 因为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他们在毕业之后 可以呃 申请到就是欧美国家的这些大学去去学习 包括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跟这个 呃 UCL UCLA 包括这个 Oxford Kimbridge等等学校 都有这个合作的协议 呃 再一个是 这个关于这个文理科方面的 呃 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考古学在 呃 这个招生里面 它属于文科 它是属于文科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理科专业 就是文物保护技术 我这个刚才我也说过 他可能更偏向理科一些 所以我们这边是文科和理科都可以的 都可以招收的 然后实习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 考古学它比较注重这个专业的动手能力 呃 学生在这个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会跟老师带着 就整个班的同学 会在考古工地 刚才我里面也 区域里面也提到了 我们有两个实习基地 然后在这边进行至少三个月 甚至长的可能到到三到六个月的一个 就是田野发掘考古实习 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都在工地进行工作 这样的话 可以让一方面 就是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考古学 另一方面呢 你也在 在这其中 跟老师们 跟同学们 也能够结下更加深厚的友谊 其实 我目前 就在一个实习工地上 因为 就白天我就是在下工地带着学生 因为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本科学生还没有返校 我是带着几个研究生 现在在做 目前是在做着一个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 也是规模很大的 这是关于实习方面的 就是留学生都是跟 就是跟 就只要你加入了我们考古学专业 肯定是跟中国学生一起实习的 都是中文上课 华文上课 这个没问题的 国际学生 这个就是说 首先你做考古学家 首先你肯定还是要 就是有一定的学历 比如说你读到硕士研究生 或者博士研究生了 就比如刚才提到的乌兹别克的博士 他现在就在跟着我们的 乌兹别克进行发掘 然后 除了国文和历史 还有什么科目必须要及格 这个还是请教育学院的老师进行解答 就是关于招收的问题 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学生美术天分 其实这个我觉得天分只是一方面 因为我们所教的课程里面 它就包括了像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 包括壁画保护 包括材质分析等等 许多方面的这种研究 你如果这方面你自己觉得没有天分 当然天分这个东西 那是需要自己去发掘的 你现在认为自己没有 那经过培训经过了学习 那说不定就会发现自己 原来是有这个天分 所以我相信 经过专业的学习 这个是不成问题的 其他的我看就没有什么了 对一定会预演兵马俑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参观实习 其中的一部分 毕业休克 好 那基本上就这样 问题先这样 如果我们其他的同学或者老师 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聊天室 写下来 那如果我们等一下没有时间回答的话 我们也会之后通过文字的方式 回答了再发回给大家的email 好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想请冯院长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听冯院长说 这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十个专业 涉及到好多行业 比如说文化传媒 互联网 金融 包括教育与培训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 刚刚也看到院长说了 很多毕业生也都可以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去工作 比如说阿里 华为 那我们的学生如果在学院上课的话 是不是也有机会到这些企业去实习 去拿一些实战的经验 关于学校这个实习 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实战经验 是不是实习是怎么安排 可能有些同学也有兴趣 好的 我刚才看聊天群里边有个别同学问问信息技术的问题 那么要学IT的同学呢 我们一般建议是数学和物理还有英文 我想马来西亚的同学应该英文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数学比较好物理不太好 我建议大家学偏软件的专业 比如刚才我说的软件工程 它用物理用的比较少 那么这是前面学习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刚才的就业的问题 那么我们安排大家的实习呢 通常不同的专业它都有实习期 比如现在就是大三的学生的实习期 那么这个实习期里面我们有几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学生自己去大企业去联系 我们今年软件工程专业应该有20名同学 联系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大企业的实习 它叫实习offer 那么一般来说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它里头去实习 因为他们也要能拿到实习offer 也是这些企业可能认为你未来是有可能留下工作的 它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那么没有联系到合适的企业的同学 我们会同意安排进行实习和实训 除了实习之外 我们也会请企业导师来我们学校进行实训 这个实训我们每学期都会有专门的一个一周的时间 叫做实习实训周 这一周没有理论的课程全部都是实习实训 要拿出你的作品 最后根据作品来打分 刚才我说到没有40%的课程 都是实践的课程 那么就业来说 刚才李老师也说到 我们的考研率没有他们那么高 应该有30%到40%的学生 今年的考研的学生比较多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我刚才看有同学问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进科研院所 或者是去一些学校 事业单位去当老师 现在目前中国这边都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 包括现在招聘一些公务员 都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 所以上硕士的同学也比较多 那么IT这个专业的学生呢 他们在本科毕业就很好就业 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企业来我们学校 我们有专门一个信息技术的专场招聘会 来招聘学生 甚至我们就在咱们就在西安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软件员 也有个软件新城 他们就有5万人的就业规模 所以非常的缺人 所以因此大家刚才我也看 也让大家看了IT技术各个行业都可以就业 那么将来出来以后工作 不仅仅是大家可能常常想到的 你做一个软件开发或者说程序员 那么你也可以做测试 刚才我看有同学问商科的同学 可以学习IT吗 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 他还将来出来可以做一个职业 叫做授钱工程师 授钱工程师就是专门销售软硬件产品的 你像很多的大企业 华为阿里 他们都有专门的授钱工程师 和售后工程师的招募 还有产品经理 是专门和客户打交道的 所以如果你又掌握了一些商科 你又掌握了一些IT的技术 是对你未来的就业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我先回答到这 刚才有同学问说AI是学IT 对的 就是AI技术实际上它是软硬件技术的结合 现在目前的AI技术 那么大部分是软件 过去大部分是软件或者是算法 人工智能它就是一种程序吧 但是目前由于深度学习技术 大家都知道AlphaGo 或者一些其他的深度学习技术 那么目前这种深度学习技术 它依赖大规模的服务器和计算的单元 所以它有一定的硬件的架构 所以AI技术目前都开设在 信息技术这样的一个学院 我们目前是开设叫做智能信息 智能科学以技术这个专业 是享受AI的 软件工程专业里面我们有一个方向 叫做人工智能 主要做人工智能相关的交叉应用产品 大概就回答到这儿 人工智能是依靠大数据吗 是的 目前的人工智能 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做人工智能 这个方向 我主要做医学图像 那么以前的人工智能 不是依赖大数据的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万物互联的这样一个 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已经出现了 所以目前新的一代 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程序 都是依赖于大数据分析的 所以呢 目前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技术 都是依赖于大数据的 所以如果你要学习人工智能 也要学习一门课程叫数据分析 或者数据挖掘 好我们谢谢冯院长的这个解答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那我看聊天室里面的好多问题 其实我们其他的老师也都在一一的回复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请三位嘉宾 三位嘉宾分别给我们做一下今天的总结 我们先请李博士 李博士今天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吗 好的 怎么说呢 其实刚才已经就是说 就是开始用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小介绍吧 就是说初步介绍了一下考古学的定义 还有我们学院的一个基本情况 另外呢 刚好有在就在我们学院就读的两位马来西亚的同学 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在这边的学习情况 就是说就是我就做作为我来说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一个首先考古学 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就是因为刚才我看里面也提到有一个问题 说到这个专业人士对于这个草木小说怎么看 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怎么说呢 社会社会上现象吧 就是说社会大众所他们所想 所感知的这个所谓的考古学 但是这个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 就是说我们目前对于考古学 在社会公众当中的这种传播这种认识 可能做的还不够 这个还需要我们这种专业人士进一步的去进行宣传 什么是真正的考古学 它首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科 再一个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 就是说你在就比如说你在实习的时候 你在没有把这个遗址做到底之前 你永远是不知道下面有什么的 很多这种精识大发现往往都是最后这一产子才会出来 所以说它永远是具有挑战性的 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这个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感受好奇 就是说非常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敢于勇于探索新事物的人的话 那么欢迎你来就读考古学科 最后一个呢也是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西北大学 不管是从这个学习还是从生活 还是从校园氛围还是从环境等等各个方面 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学习生活的环境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西北大学就读 好我就说这些吧 好谢谢李博士 那我们也请冯院长也给大家总结一些 好的 谢谢我也非常开心的看到有这么多的同学 对人工智能感兴趣 那么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可能都以为西安是一个 传统的历史文化古城 但是你到了西安以后到了西北大学 你会看到一个现代化的 和国际前沿接轨的一个信息学课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 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的信息技术结合 欢迎大家 谢谢 好谢谢冯院长 那我们就也请高院长也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请的李承博士和冯院教授呢 都是代表了我们西安的两个重要特点 一个是历史文化 另外一个是这个现代科技 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很像以前的老印象了 觉得我们西安是一个古董式的城市 其实我们还是很现代化 尤其是这近十年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西安呢也是中国大陆呢 教育科研五大中心城市之一 其他四个是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汉 所以我们高校的势力是非常强的 欢迎大家到西安来留学 好谢谢高院长 那我们谢谢三位嘉宾今天的分享 我想大家应该今天收获非常多 我看大家也都非常有兴趣 也鼓励大家到西北大学去升学 那下来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小薇老师 好谢谢 谢谢耀远老师 那非常感谢我们西北大学 我们的这个冯院长 还有我们的这个李承博士 还有我们的高院长 还有两位马来西亚的同学 谢谢你们成就了今天晚上 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 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会议良多 那在结束之前呢 做一个小的预告 就是我们在五月二号 我们由刘华同学会 孟祥丽还有昆臣中学 一起 就是要特约办了一个特约的一个讲堂 就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个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的这个赵玉坤博士 来给我们谈就是疫情中的这个心理适应与成长 那有兴趣的朋友 特别是老师 欢迎大家来报名 好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西北大学的朋友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邀允老师的主持 谢谢大家 晚安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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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